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今年的两会很可能会缩短 预计今年的两会将在短短8天内就结束 要远远短于疫情之前的平均会议时间 到目前为止 官方只宣布两会将于3月5日开幕 至于两会将于何时闭幕 北京只字未提 不过北京警方发布的 从3月1日至3月12日 禁止低空飞行的通知表明 此次两会活动最早可能在3月11日就结束 邻近的天津市也发布了类似的通知 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在重要会议 世博会和奥运会等重要活动期间 禁止无人机和其他低空物体飞行 去年北京和天津的禁令于3月14日解除 也就是两会于3月13日闭幕后的第二天 虽然没有固定的持续时间 但是多年来两会一直都是持续两周左右 而疫情前一年2018年的两会 是多年来最长的两会之一 两次活动总共持续了18天 那一年政协开幕式于3月3日开始 全国人大会议于3月5日开始 一直持续到3月20日 那一年的两会时间之所以特别长 是为了让代表们讨论更多的议程 包括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 在疫情之前 两会通常在3月举行 一般持续两周左右 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两会时间大大缩短 2020年由于封锁两会推迟举行 最终在5月份举行时 会议只持续了8天 随着疫情蔓延到2021年和2022年 两会的会期仍然较短 每次都是8天左右 而2023年 随着中国解除疫情限制 两会延长了两天 一边讨论20大之后的 新政治局委员的阵容 今年的安排表明 会议时长又回到了 疫情期间的8天左右 虽然今年中国不再要求进行新冠测试 但是两会的媒体中心 已经表示将要求香港和澳门的记者 再领取记者证时进行淹世子的测试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要求 是否适用于内地记者 以及数千名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 对于周一绕开的两会 全球都在关注 北京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重启中国经济 持续疲乱的数据令人怀疑 目前的刺激措施仍然不够强大 周五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数据 好消息是服务业PMI创下了 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与新年假期期间 不错的旅游支出相符合 但是坏消息是 制造业PMI下跌至49.1 仍然处于融库线以下 工厂活动连续第5个月放缓 该数据进一步显示了 中国经济复苏不平衡的迹象 彭博社的亚洲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2月份的一些亮点都集中在服务业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善是否可持续 2月份的数据受到过年的影响 而且经过仔细研究 农历新年的旅游支出 也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令人放心 官方数据显示 人均支出终于超过2019年的峰值 但是今年的假期实际上比往年更长 汇丰银行分析师估计这样计算的话 人均实际支出仍仍仅为2019年水平的91% 不平衡的数据强化了进一步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房地产行业显然是面临再次疲乱的风险 建筑业PMI指数再次大幅下降 最新数据显示 12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24% 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 而且1月份房价下跌速度更快 刚刚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 中国经济仍是在努力站稳 距离再次开始奔跑还有很大差距 专家表示 西亚州中国举行的两会 除非政府发出一些强烈信号 特别是在住房方面 否则2024年的情况可能还是会像去年一样 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公告 包括2024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以及通胀和就业目标 预计李强将在周二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经济增长目标 分析师预计北京的目标是5%左右与2023年相同 但是基于当前的政策力度 市场共识市今年将增长4.6% 经济学家表示 官方公布对GDP目标的叙述 将会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范围 以及政府为了维持增长而必须做出的努力 如果官方宣布5%或者更高的目标 可以表明北京重振经济的坚定决心 预示着未来将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刺激措施 如果官方低于5%的目标 则可能会被视为更加悲观 表明政策将会有所限制 解读这一目标的关键是配套措施 这将揭示北京计划如何实现目标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 北京方面是否愿意推出 更加积极的刺激措施来提振消费者支出 经济学家表示 这将比额外的基础设施支出 带来更大的效益 预计北京今年的消费者通胀目标 仍然将维持在3%左右 2015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数字 投资者越来越关注 中国消费需求的强劲程度 因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1月份中国通胀下降速度为14年来最快 凸显出需求持续疲软 而在房地产方面 北京肯定要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而政策的措辞方式将会受到关注 投资者将会关注李强在报告中 是否还会再次提到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 这是今年房地产政策的线索 去年7月份这句话被首次从政治局声明中删除 当时被视为是北京倾向于宽松的迹象 如果李强在今年两会上还是没有提这句话 则可能表明中国将会进一步放松房地产政策 多家外媒此前还报道 中国可能会依靠国有企业来帮助负债累累的开发商 完成住房项目 并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 穆迪分析认为 北京可以提供更多房地产行业的资金 以加快未完工项目的建设 因为项目交付的延误会削弱信心 并且削弱消费的需求 而具体的政策方面可能会再次放宽 对首次购房者的限制 并且降低首付比例 而在财政预算方面市场观察人士 在关注是否有更多的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 同时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 高盛的策略是认为 政府将把2024年的赤字目标定为GDP的3% 中国去年3月设定了同样的目标 但是在发行了1万亿元的特别债券之后 将其调整为3.8% 高盛表示赤字目标如果超过GDP的3% 到3.5% 或者中央政府特别债券发行额度 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都可能有助于增强对今年经济前进的信心 瑞银的报告则表示 人们是否会继续投资中国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府是否能够让投资者相信 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要重启两大经济增长引擎 也就是消费和投资 在政策适度支持的情况下 瑞银建议投资者同样程度的投资于 高风险和低风险证券 并且向防御性的高收益股息股倾斜 这部分的投资很多就是指国有企业 因为瑞银认为 国有企业可能会从宽松政策 和国家对救市中获益最多 但是分析师表示 这一切的前提是 北京还是要加大支持力度 不然2024年将会仍然停滞不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在上周举行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要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 已旧换新 比如说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大型消费品 而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 许多中国人负担不起新的大型消费品 而许多企业也无力升级基础设施 不必要的支出都被削减了 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中国网友对此表示 中国产能过剩和出口下滑 很明显他们想要我们来清理库存 还有网友表示 除非政府能够提供巨额补贴 否则不打算更新设备 从网上的舆论来看 习近平这个时候提出的新运动 似乎并不受到欢迎 而在同一时间 中国传奇企业家宗庆后去世 对于他的追忆文章铺天盖地 再次提醒着人们中国民营企业家曾经如何帮助中国创造经济繁荣 几十年来 杭州瓦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宗庆后 一直是中国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正好踏上了中国推崇市场化经济的浪潮 瓦哈哈的总部在浙江杭州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也是中国私营企业最早烹波发展的地方 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大型的国有企业 这为任何想要尝试创业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当年已经42岁的宗庆后 于1987年在杭州创立了瓦哈哈 从一家三个人经营的工厂起家 最终开发出了一款轰动全国的瓦哈哈儿童营养液 儿童营养液大受欢迎的背景是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这一政策下出生的孩子在当年被称为是小皇帝 在家里非常的受宠 而在中国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之后 这些小皇帝经常是不爱吃饭 导致许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营养不良 这就是宗庆后看到的商机 他与一所大学合作开发了瓦哈哈儿童营养液之后销售额猛增 瓦哈哈的员工人数也增加到了近150人 在1991年 瓦哈哈更是收购了拥有30多年历史 2200名正式员工的国营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 这一新闻在当时登上了全国头条 当时随着中国市场化的引入 新鲜水果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城市的商店中 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那就是罐头水果在国营工厂里堆积如山 严重依赖政府的国有企业亏损不断扩大 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有些企业甚至无力支付员工的工资 在这一背景下 瓦哈哈收购了罐头食品厂 这个小型企业私吞 吞并 这个小型私营企业吞并大型国有企业的新闻 给全国都带来了冲击 瓦哈哈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 后来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年销售额已经超过70亿美元 而在1998年 宗庆后曾经接受日经新闻等媒体的采访 当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脚踏实地充满活力 宗庆后在采访中不断的重复市场二字 强调市场化的重要性 这番话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也还不允许人们自由投资房地产市场 宗庆后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市场才是企业发展的机会所在 而在同一时间习近平正在福建省工作 1999年他也接受了日经新闻的采访 在采访时习近平曾经热切地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也对中国的开放抱有热情 2002年之后习近平来到浙江省担任最高职务 而无独有偶在那几年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也在杭州成立 创始人马云是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代表 也是第二代浙商之一 宗庆后马云虽然属于不同的年代 但是都具有市场思维 作为私营企业家他们都敏锐地抓住了市场需求 自由市场的扩张推动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时间快近到今天 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正在不断恶化 部分原因是习近平政府长期优先发展国有企业的政策 也有一些受到政府严厉保护的国有企业 收购和吸收私营企业的案例 这与娃哈哈在20世纪90年代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日经新闻指出 中国现在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再加上消费变得低迷 这个问题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而忽视成本通过低价来出口过剩商品的传统模式 最终将走到尽头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情况也不好 中国很多企业的工资已经逆转并且正在下降 就连杭州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员工工资也在下降 许多公司正在裁员和重组 即使在被视为民营企业大省的浙江省 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的员工 也生活在被裁员的担忧之中 习近平近几年的依旧唤新和自己自足运动 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口号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2018年习近平在视察位于黑龙江省的重型机械国企 中国一众集团时表示 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越来越困难 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迫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他说这不是坏事 中国的发展只能依靠自己 日经亚洲指出 习近平最近自上而下推动已旧唤新 一挽救消费低迷 这是一个不太合时宜的举动 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前的时代 川普已经表示 如果他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 可能会对中国的进口商品 征收超过60%的关税 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 习近平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但是日经新闻指出 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现在需要的 不是自上而下 无视市场原则的指令 中国需要的是改变对国有企业如此重视的态度 并且让私营企业的需求得到保证 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应对市场变化 但是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习近平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问题 这束缚了私营企业 非政府组织和普通中国人的手脚 同样对国家安全的问题的重视 也束缚了外国企业和商人 日经新闻提醒如果政府继续延续这条道路走下去 外国在华投资将会进一步蒸发 而习近平政府现在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提出一个全世界都能够理解的 大刀阔斧的政策转变 在这方面 宗庆后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那就是市场财势企业发展的机会所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最近在中国非常知名的美国作家何伟 托朋友卖掉了他在成都的一辆本田SUV 这消息在内地引发了关注 为什么何伟卖车会引发关注呢 有人将这看作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指标 看过江城巡录中国等书的朋友 应该对何伟非常熟悉 他本名叫做彼得海斯勒 出生于美国的比茨堡 198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 1992年毕业后进入了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 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 何伟没有成为一名普通的美国中产 而是作为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了中国 成为了四川福林师范高等学校的一名英语教师 1998年何伟移居北京 开始成为一名驻华记者 2010年何伟举家移居埃及开罗 担任纽约克的中东记者 而到了2019年何伟再次来到中国 任教于四川大学比茨堡学院 当很多人都以为这一次何伟要长居中国之际 2021年6月却等来了四川大学与他解约的消息 当今天何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则是他多朋友卖车的消息 网友感慨何伟在成都买下这辆车的时候 心中想的一定是会在中国住很久 谁能想到这辆车很快就开到了路的尽头 从1996年来到中国 到2010年移居开罗 中间长达14年的时间里 何伟并没有满足于当一名老师 或者一名驻华记者 而是深入到中国社会当中 通过广泛的接触中国的普通人 先后写出了中国的三部曲 《江城》《临路中国》和《甲骨文》 成为了最受中国人喜欢的外国作者之一 中国读者之所以喜欢他 因为何伟作为一名记录者 书中对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并没有恭维也没有谩骂也没有居高临下 而是只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如实的呈现 并且不断的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现代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的柯文 曾经专门赞扬过何伟 他说何伟观察、叙述、解释中国 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对中国人 进行集体性的批判 相反他始终能够沉浸地理解 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 而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的中国人 都接触才是真正的扎根在中国 通过巡路中国 身为美国人的何伟始终意识到 中美互看时存在的问题 在弗林当老师的时候 何伟曾经看到学生们学的一本书 叫做《美国社会调查》 在这个课本里面 夺列了美国的犯罪、种族主义等问题 当时何伟说 书中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他认为负面新闻的报道 本质上是为当地人和当地的族群所服务的 一个社区中出了一个坏人 记者就应该把他揪出来 哪怕这个混蛋是美国总统 但是报道其他国家琐碎的负面新闻 何伟觉得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表示很多西方媒体 每天想办法寻找中国的负面报道 并且当成大新闻来播 何伟说他看不到这种报道的意义何在 中国是一个变化的社会 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情境 来谈论这些琐碎的社会问题 而何伟所点出的问题 今天仍然普遍存在 并且情况似乎是更为严重 外媒眼中的中国 中国眼中的美国 都因为立场先行而变得越来越扭曲 在2023年7月 由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课题组 曾经推出了一个 华裔外媒记者军团观察报告 该课题已活跃于纽约时报 BBC、CNN、德国之声等 西方主流媒体的60多位华裔记者 为样本和对象 通过对他们的统计梳理 认为这些记者最热衷于聚焦的中国话题 包括新疆、香港、疫情、人权、债务陷阱、战狼外交 民族主义压制市场等 报道普遍只顺从西方媒体的议程 几乎没有人敢于为弥合中美关系 而做出一些努力 报告认为这些报道大多内容平庸 靠夸张的用词来吸引眼球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2019年何伟再次回到中国时 过往的赞誉被越来越多的质疑所替代 不少人开始挖掘 他话语背后的所谓的动机和立场 质疑他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 回到中国后的何伟在四川大学教授 非虚构写作 每次他上课教室都是坐满 但是在2021年何伟表示 学校没有再跟他续签下一学年的合同了 虽然他十分想留任 但是不得不离开中国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当局越来越多的限制 外国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影响 中国出台了一份规定草案 规定外籍教师如果有被认为危害国家主权的言行 将会被解雇 中国教育部还发布了新的教学评鉴指南 要求校内有中国籍学生的双语私教和国际学校等 在课程规划上都必须遵守中国国家课纲的规定 现在就连聘请和委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也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匹兹堡学院是四川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联合创办的 2013年川大校长谢和平访问美国匹兹堡大学时 敲定的合作 2014年由教育部批准创办 是中美联合办学的一个新的尝试 2015年他招收了第一届的学生 而短短几年之后 这种探索已经变成了一种负担 中国不再以中外合作为荣 这种大环境的变化也注定了和委最终的结局 停止了巡路中国 卖车似乎就是他对中国的最后的告别 因此人们会将和委看作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指标 以前有一批像和委这样的外国人 热切的希望认识中国 探索中国人的个体命运 而如今当和委们都离开 只剩下了千篇一律报道中国的西方媒体 最新有消息说和委的车已经有人在打听了 而随着卖车结束 和委巡路中国的旅程也将划上句号 和委曾经说过他非常喜欢四川成都 他在埃及的时候就透露 到中国的时候会选择成都来定居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定居是如此的短暂 和委说希望未来能够再次回来 我们也期待看到当和委再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从去年被搁置至今的三中全会 到底什么时候开 成为今年年初以来 一直悬在人们心中的疑问 至今亚洲的中国分社社长 钟泽科尔近日撰文分析认为 三中全会被不断推迟 与习近平和普京的共同特点有关 那就是他们都不能够示弱 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夕 《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 习近平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 而在中国新年之前 会毫不犹豫的对习近平 大家赞扬的 可能除了普京找不到其他大国领导人了 而习近平和普京有几个共同特征 比如他们都领导一个独裁政权 都希望重拾昔日辉煌 习近平倡导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普京则希望回到俄罗斯帝国时代 为此甚至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 此外 中泽克尔指出 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则更为重要 那就是他们都害怕表现出自己的任何弱点 因为最轻微的脆弱迹象 都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最近的俄罗斯新闻 尤为生动地提醒着人们这一点 在中国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之际 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 在狱中意外去世 尽管他去世的真实细节 不可能在短期内公布 但是这名普京最严厉的批评者的死亡背后 中泽克尔认为 与普里格金在6月份发动叛乱 随后就坠机意外身亡的背景有关 普里格金曾经是普京多年的亲信 他领导着瓦格纳集团 这一雇佣兵组织在2022年 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曾经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是在6月23日 普里格金发动兵电逼近莫斯科 失败之后与普京关系破裂 普京当时则选择了谨慎行事 两个月之内都没有惩罚普里格金 而这一决定在俄罗斯当时 被认为是显示出了普京处于弱势敌 只至两个月后 普里格金意外坠机身亡 人们普遍认为是遭到了普京指示的暗杀 居住在欧洲的一位熟知俄罗斯政治的消息人士透露 现在普京政权背景心机要在3月总统大选之前 将纳瓦尔尼也置于死地 该消息人士说这是一种力量的展示 是基于普京从普里格金叛乱中吸取的教训 在俄罗斯 普京政府承认的富商可以随意挥霍财富 但是他们不能够在克里姆林宫里发挥政治影响力 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代表了俄罗斯人民的共识 因此领导人的愿望将高于一切微小的私人利益 这是俄罗斯政治的传统结构 而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 也实行类似的政治制度 中国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党 任何看起来像是反对派的运动都会被消灭在萌芽里 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习近平加强党的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 就是对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施加的强力镇压 习近平政府担心如果阿里巴巴变得太大 他将开始利用其财务实力影响共产党的政治权利 中泽克尔指出 普京力图在今年总统选举前展示实力 而习近平的表现也是类似 这一次重要的三中全会 本应该在2023年底前举行 为什么没有呢 中泽克尔认为 因为习近平不能够让他的弱点暴露出来 只有当他确信自己能够展现实力的时候 他才会举行这一会议 而关于习近平的弱点 在2月9号的人民日报中可以找到一丝线索 中泽克尔指出 在当天报道的春节团拜会上 退役的军事重量级人物魏凤和 没有出席此次活动 此前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 有5年的时间 现任党的领导人通常会向退休的党内元老 致以新年祝福 但是在龙年的退休元老名单中 魏凤和不见踪影 越来越多的猜测认为 魏凤和因为军队内部腐败问题而受到调查 他的继任者李尚福 也于10月突然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的职务 中泽克尔指出 他们两人都受到反复运动牵连 那就是大事 而在军队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举行三中全会将会很困难 因为习近平需要向党内高级成员展示他的政治力量 也许还有其他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在会议上宣布 但是习近平不想在军队内部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这样做 按照惯例 中国重大的中长期经济政策都是由三中全会来决定的 因此该会议受到全球关注 中泽克尔指出 虽然经济问题很重要 但是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次会议的政治方面 过去的习惯已经不一定适用于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政府现在特别重视国家安全 而国家安全的大部分是由军方来监督的 三中全会将会比全国两会意义重大 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再次展示他的绝对实力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正在展示他的实力 并且有望赢得连任 中国今年不进行选举 习近平要到2027年的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还会面临关键的连任挑战 而2027年的前奏就是至今尚未决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中泽克尔指出也正因为三中全会如此重要 如果习近平没有准备好 那么三中全会就会被推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中国经营报 在2月26日报道 贵州省一位47岁的女企业家马亦嘉义 为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 承建了10个政府项目之后 持续讨要2.2亿元的工程欠款达8年时间 但是当地区政府竟提出 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 马亦嘉义没有同意后 近日他以及为他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 律师助理等十余人 更是被地方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刑事拘留 这一报道在内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中国地方政府严重的债务危机 是这一事件的大背景 第二天2月27日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 先是回应称 政府欠款2.2亿元 以及仅以1200万元化解债务的表述均不属实 但是随后最初发布该报道的记者郝成 立刻晒出了六盘水脱欠女企业家2.2亿工程款的明信 并称此前试图采访多位当地官员 均未获得回应 2月27日贵州省省长李炳君出面 他表示将严格兑现政府承诺 全面清理拖欠企业款项 目前该案已经移送六盘水市水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事件持续发酵 到了2月28日周三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有称 已经针对此事件和网上舆论 成立了由省检察院牵头的专门调查组 对该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严格依法办理 有关调查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而早在去年的9月17日 北京有一名叫唐龄的律师 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实名举报水城区区长赵庆强 滥用职权干预司法 插手具体案件办理 包括水城法院及院长等人还积极配合 导致民营企业债权无法实现 据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48岁的赵庆强区长 1996年毕业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业学校 桑禅专业是中专学历 现在这所中专已经并入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不过这次举报并未受到高层的重视 2023年11月20日唐龄律师在办公楼下和马一加一协商案情时被水城区警方抓走 此后水城区政府再次和马一加一谈判 要求以1200万元来屏账 剩余所有欠债一笔勾销 被马一加一拒绝 马一加一的公司从2016年开始陆续承建了六盘水市水城区的10个政府项目 包括有幼儿园、小学、博物馆、酒店、单轨高价游览车、度假区等等 由于被水城区政府拖欠付款 马一加一从2020年开始被机械商、材料商及施工组开始追债 他自己卖车卖楼也是杯水车薪难以支付 他表示甚至有材料商等债主几十人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打杂、撒尿、拨油漆 2022年8月马一加一被殴打导致肋骨骨折 并且右腿膝关节至今不能正常行走 2023年底唐玲律师被抓的当天 微博上有一个叫做侯志涛的人发出求救信 称自己是北京的一名律师 曾经从事律师工作10年 他称他团队中的成员唐玲律师已经被抓 他写道 我现在也被全国搜捕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在这里我想澄清的是 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欧志涛律师表示 在代理执行过程中 他们发现当地执行法院存在众多违法 甚至是涉嫌犯罪的行为 但是当地执行法院不仅不予以纠正 反而联合当地公安 使用刑事手段抓捕债权人 以及债权人的代理人 而这封求救信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 更加没有影响水城区警方办案的力度 7天之后 马一加一就被刑事拘留 不久后 侯志涛律师本人也被警方抓获 据公开资料显示 侯志涛曾经在公安系统工作5年 主要从事刑事侦查工作 转型律师之后 专注于执行和不良资产等法律专业领域10年 并且曾经主编过两本法律执行方面的操作书籍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而被抓捕的另外一位唐灵律师 也曾经在司法系统任职多年 此前他不仅担任过某县级检察院侵权局局长 后来还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也曾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专家库成员 他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成绩突出 还多次被荣记个人三等功 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 而除了企业家马一嘉义 侯志涛律师和唐灵律师 被一寻性滋事罪批准逮捕之外 2024年1月 另外还有9名律师助理被取报候审 上述人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 包括发布微博、抖音和转发 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领导的举报信 对于多位法律界专业人士被抓 水城区政府发出的所谓情况通报则称 马某某为讨要有争议的工程款 雇佣律师采取安装GPS定位器等手段 跟踪他人 并且编造虚假资讯在网上恶意炒作 在公共场所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等行为 所以对其依法逮捕 对于水城区的情况通报 知名律师张新年表示 首先水城区政府是当事人也是债务人 债务人这样说债权人 本身就令人难以幸福 而且水城区政府新闻办 代表区政府如此通报 那么今后法院还怎么判呢 张新年表示 若要公正处理 首先贵州省应当成立 更高等级的联合调查组 予以彻查 水城区政府不能再是参与者 而应该是被调查对象 第二 对相关案件应当异地管辖 或者提及管辖 避免地方权力干预地方司法 第三 作为地方政府 水城区政府要实事求是 如数欠债还钱 而不是游走向反法治的边缘 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已经严重压低了支撑地方政府 金库的土地收入 其中贵州省的债务问题尤为严重 贵州省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当地政府此前大量举债 用于建设桥梁和高速公路 以及支持习近平为了消除贫困 而发起的农村发展项目 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发展研究中心 去年4月还罕见地公开透露 地方债务严重已经无能力消化 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 而在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中披露 已经落马的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在勇 2013年至2017年主政六盘水市期间 为了政绩盲目兴建旅游项目 让当地新增债务暴增300% 达到1500亿元 水城区位于六盘水市的核心地带 近年来水城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收入增速呈现明显下滑 根据水城区政府数据 2019年当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几经夭折 同比下降45%至12.76亿元 此后又受到疫情冲击 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影响 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十分乏力 在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之际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通过 非常规手段来支撑财政 包括利用执法机构来增加收入 或者就像在水城区发生的那样 以形化债来缓解债务压力 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文章写道 现在他们连假装都懒得做了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抢劫 以权力镇压法律靠权力来赖账 这篇文章在网上获得超过10万次浏览量 2月2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称 会十分关注此事 贵州省人民政府强调将会高度重视 针对网上反映的问题 已成立由省检察院牵头的调查组 对该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同时贵州省政府还称 将会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对侵害民营企业家正当利益的行为 进行严肃的追责问责 努力营造一个市场化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而对此回应 网友表示 连地方政府都赖账 还谈什么市场化的环境 这一事件绝对不是一个故案 还有网友表示 难怪企业家现在都忙着 转移资产去国外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知名饮料集团娃哈哈的创始人 宗庆后于2月25日周日逝世 享年79岁 这一消息迅速在周日 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娃哈哈集团表示 宗庆后是因为因病治疗无效而去世 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病因 后来有媒体爆料是因为肺癌 在胡人百富发布的 2023年中国富豪榜中 宗庆后家族以131亿美元的财富 排名中国第31位 而在2010年和2012年 宗庆后曾经一度登上 胡润中国首富的位置 宗庆后有一个独身女儿叫做宗富利 多年来一直在娃哈哈担任高级职务 近年来宗庆后越来越多的 将责任交给了她的女儿 现在外界的焦点已经转到 接掌娃哈哈帝国的宗富利身上 宗富利今年42岁 在公司的表现曾经被她的父亲 给予了90分的评价 他早就被敲定为是集团的未来接班人 宗富利曾经称自己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原因是家里太有钱了 宗庆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 创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这代企业家很多都是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他们吃苦耐劳 善于抓住机遇 宗庆后初中毕业后就由于家境窘迫 曾经在舟山农场工作 在那里挖盐晒盐一干就是15年 在1978年的冬天 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 并替她退休母亲的名额 在校办工厂当起了推销员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 为了能够给女儿带来更好的生活 选择下海经商 她与两名退休教师 靠着借来的14万元 盘下了一个连年亏损的校企经销部 也就是一个专门卖东西给学校的企业 这个企业后来也就成为了娃哈哈的前身 当时42岁才开始创业的宗庆后 靠着脚灯三轮车 在杭州市4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推销产品 树立起了很好的口碑 网络销售网络也逐渐建成 于是在1988年 宗庆后开发出了第一支产品 娃哈哈儿童营养业 并且打出了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 结果产品大卖 帮助宗庆后实现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1991年 宗庆后抓住了国企改制的机遇 用百余人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 兼并了国有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 杭州罐头食品厂 当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型食品企业 拥有2000多名员工 宗庆后这一小鱼吃大鱼的动作 遭到了很多罐头厂员工的反对 当时在员工们看来 一家国营大厂被一家小的民营企业兼并 是一种耻辱 甚至有员工组织了护厂队 拒绝娃哈哈的兼并 而面对质疑 宗庆后解释 第一 杭州罐头厂的工人人数虽然多 却没有好的产品和销路 还负债累累 第二 兼并后他保证提高员工收入 对两边的员工以视同仁 第三 他对杭州罐头厂的原有干部做出保证 兼并之后他们的职务不会变 这一番保证给大多数罐头厂员工吃了定心丸 而宗庆后接手仅仅三个月之后 原本亏损4000多万元的杭州罐头厂 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宗庆后后来不仅兑现了承诺 罐哈哈也在当年实现了销售收入增长一倍多 1992年 罐哈哈就销售收入4亿元 利润7000多万元 宗庆后成为了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知名企业家 1996年 宗庆后又瞄准了瓶装水市场 罐哈哈纯净水因此而诞生 两年之后 宗庆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非常可乐的碳酸饮料 并且打出广告称 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同时他避开中国大城市 主要在三四线城市以及村镇发力 价格比可口可乐要低20% 最终他抢下了中国碳酸饮料12%的市场份额 仅次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在2008年 可口可乐曾提出出价24亿美元收购这个中国品牌 但是罐哈哈一位高管表示 如果民族品牌消失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产业不利 随后中国商务部阻止了可口可乐的收购企图 如今 罐哈哈已经拥有3万名员工和80多家工厂 每年生产300亿瓶水和饮料 宗庆后曾经于2010年、2012年、2013年 三度问鼎福布斯排行榜的中国首富 但是他一直保持着纯朴的形象 常常是穿几十元一双的布鞋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是布鞋首富 2017年 宗庆后被拍到独自拉着行李箱 在机场候机 当时罐哈哈内部人士说 宗庆后平时坐飞机都是坐经济舱 不带助手 日常生活也很节省 一年他的生活费不到5万元 2018年 宗庆后在央视上说 不认为有钱了就应该坐高级舱位 二等座位没有什么不好 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但是罐哈哈后来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2013年 罐哈哈在顶峰时期 营收高达783亿元 宗庆后当时还曾经放出豪言 说2014年要实现千亿目标 结果2014年 罐哈哈的营收开始下降 降至720亿元 并且于此之后不断的下滑 到2017年仅剩465亿元 2022年 罐哈哈的营收是512亿元 距离巅峰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更不要说实现千亿目标了 宗庆后的离世标志着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走向凋零 但是从草根打拼到一代著名企业家 宗庆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罐哈哈的接班人 宗庆后的独生女宗福利 能否扛起父亲留下的基业呢 宗福利出生于1982年1月 他14岁就赴美留学 2004年从洛杉矶 佩博戴英大学国际商务专业毕业回国之后 宗福利便进入了罐哈哈集团 参与直接管理 一开始他担任罐哈哈同装 与日化用品的总经理 2007年宗庆后 把食品饮料生产公司分拆出来 给女儿单独经营 并且逐步给了他独立的权利 自2018年起 宗福利还担任罐哈哈集团的品牌公关部负责人 而在他上任之后 他就立即停止了与王力宏的合作 王力宏从1998年就开始代言罐哈哈 代言了20年 广告语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018年在宗福利成为公关负责人之后 罐哈哈就停止了与王力宏的合作 至于停止合作的原因 宗福利曾经在一档节目中直言 自己不喜欢王力宏 也不喜欢这款包装 宗庆后曾经在访谈节目中谈起宗福利 说罐哈哈有三分之一的业务 都是由宗福利来管理 对宗福利在罐哈哈集团的表现 可以达到90分 并且说女儿比自己更加强势 现年42岁的宗福利一直处于单身状态 因此其婚恋状况也备受外界关注 在公开报道中 宗福利在2013年接受家人杂志的采访中 曾经说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而理由是家里太有钱了 太有钱的后果之一 就是难以分辨追求者的动机 似乎每个接近他的人都想和他谈生意 2019年在新浪财经的节目当中 宗福利也曾经谈及婚恋官 他表示我是摩羯座的比较务实 遇到就遇到了 遇不到也就算了 此后再也没有公开报道提及到这一话题 而宗福利能否扛起父亲留下的基业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视线的中国企业家系列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